欸,要跳那個嗎? 要先喊是不是? 要喊什麼? 不要喊了啦,要去就去了,不去 大家要睡就睡覺 爹爹走啦,日出啊 部隊起床 部隊起床 上期以後開始動作 大家都沒當過兵 大家不瞭解這個梗 你有什麼? 下禮拜沒拍到的日出 我今天不回來 原本代理討回來 原本代理討回來 今天要拍到兩個日出 我跟你講,如果沒有拍到的話 如果沒有拍到的話,你就 以後就叫我螃蟹 不要叫我小潤 OK 我覺得差不多啦 我們昨天晚上是誰沒有 把廁所燈關掉就是睡覺的 今天早上進來的時候 怎麼廁所裡面全部都是鵝 你知道嗎? 我早上花了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把所有鵝趕出去 真的嗎? 你沒有魚鵝共鵝 少鵝的 昨天晚上喔 你們有沒有一直聽到鵝叫? 有啊 他現在還在叫啊 那是急了 但是早上鵝也行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賣當道 對 其實我們今天要去搶第一波的 巧克力香蕉派 巧克力早上沒賣 我們不情願起來 沒有巧克力香蕉派 我們現在到底要去看什麼 我記得 之前賣當道 早上都有賣蘋果派嗎 為什麼巧克力香蕉派 早上不賣 就是你要剪片的時候 會很多的雜訊 不會喔 我們每一支片都很多雜訊 好不好 我們月收有二十萬的時候 我就多帶一個人打燈 多帶一個人收贏 好 現在算了吧 哇 那個色溫 漂亮耶 現在時間是凌晨幾點 欸這好美喔 對啊 多久沒看出什麼了 有上禮拜一個 對啊 我們很常看啊 上禮拜我們沒看到 沒看到 算有看到一半啦 算有一點點好嗎 就是一條線這樣 沒有沒有 我們拍婚紗是便宜啊 上禮拜吧 對啊 然後你們隔天我們就去基隆 我們看那個大日出好不好 看那個大日出 你們拍婚紗拍完之後 他下來就跟我們去基隆 對啊 你就回去了 你為什麼不一起來 對啊 我那時候覺得你應該要一起來 只有隔一兩天 背叛了我們 中間有隔一兩天 沒有隔啊 那禮拜三上去 隔一兩天更好 你回家休息完之後 就可以來基隆 而且我禮拜二也拍婚紗 沒有那個位置啊 有啦 有 有好不好 有 有 有你位置啊 有啦 就迫度在房間負責 對阿 我們三個去 對啊 我載你們去 然後我在八點去接你們 我送你們下去 我就去接拍 我們就可以拍兩支片 分頭進行 早說 早說對 我們下次 下次安排好 下次安排好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安排好 你早說我就跟了 對不對 下次一定安排好 大家都很會這一招 對啊 You know it's been this 古話可說怎麼辦 早說吧 早說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去阿 我說我就去了 要不是你們沒說 對不對 我們今天是要往那個 東山河出海口 我從來沒有開過這條路 所以 看起來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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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蜜 有一點 還好不是我的車 能夠開到多裡面 就開到多裡面 對 真的嗎 我把車停在這 正往前一點嘛 前面有一隻可愛的狗狗 狗狗 好可愛 好可愛 牠會上去等你 沒有沒有 牠也只能上去等你 不然 不然你就被臉過去了 你想要牠這樣 突然跳起來 跳兩層 這條路可以一直開到橫裡面 也沒有鏡頭 沒有鏡頭 為什麼出海口在山上 為什麼出海口在山上 什麼時候產生了我們在山上錯覺 我們不是開上山 我們不是開上山 Teddy還沒有睡醒 我們給Teddy一點機會 感覺好像到鏡頭了 感覺好像到鏡頭了 看一下喔 這邊 這邊有寫的就是 如果你不是四輪傳動的話 不要開進去 大家小心 那我們那台特色嗎 我們那台車很明顯的不是 關於就是 車子卡在沙地 卡在什麼 我人生中有非常多的經驗 跟大家講 那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 還有卡在雪地過 真的是不要再嘗試各種 你以為可以把車子弄出來的方法 八成九都是徒勞無功 不如打個打電話 直接放棄 打電話叫救援 比較快 真的是不要在那邊 想了什麼腳踏墊啊 搬石頭啊 我跟你講 你們想出來的方法 真的都試過了 出不來就是出不來 這是不是你進這一年來最早期的一次 哇 極可拍耶 這不是極可拍好不好 你很兇耶 一大早脾氣就這麼差 不知道這就不是極可拍 你要我說什麼 手動鏡耶 這次啊 那他那個是自動鏡 大家來看他那個是自動鏡 這個我們已經用過了 看那邊是龜山島 現在已經很多漁船出牌了 對很多漁船要回來啦 很美啊 你知道每一艘船都怎麼樣嗎 每一艘船都怎麼樣 存在著一個夢想 終於 歷經的千辛萬苦 我們今天無痛看日出 車子開過來 走過來五分鐘 各位你們知道日出什麼時候看最好看嗎 怎麼知道 跟好朋友一起看的時候 各位好朋友跟我一起欣賞這個日出 幫我配個氣勢湯博音樂 幫我配個氣勢湯博音樂 我要示範我的龍 示範我的龍 一旦最強小龍包 叫什麼 正常 有正好跟正常 鮮肉湯包 好 吃起來我覺得都不錯吃 我覺得沒有比我們沒有力的好吃 你這樣熱的冰的時候 有肉香有無糖對不對 260嘛 對 不好意思 好 好 我覺得他的皮比較硬耶 沒有到很Q彈 小龍他貓上面這個結啊 打得很厚 因為他小龍他貓比較小顆嘛 所以裡面的湯汁其實也沒有很多 是好吃的啦 沒有那麼水嫩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你也比較大顆啊 這裡的殼好吃 食物就這樣 不同的吃就有不同的感受 我們今天住的民宿是 絕響三合院 宜蘭的絕響三合院 絕響三合院 對對對 佔地很廣 我覺得大概有200多坪 小學說應該是不 我喜歡這種復古造型 但是裡面是現代建築 這裡造型也是滿有空間感的齁 然後遠處會有 天夜的感覺的聲音 耳叫 耳叫 早上4點就開始有雞叫 對 他這邊有周遊的出界 他天空上有 一般來講 只會在蘭嶼看到飛魚 但是我們在宜蘭那邊看到飛魚 他在天空上飛 哇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BBQ的烤爐 所以如果親子來的話 來這邊一起BBQ啊 甚至在那邊騎腳踏車都不錯 蠻適合一家大小 或是一個大家體 最讚的地方就是 他有電梯 就是如果阿公阿嬤 不方便走的話 也可以坐電梯 電梯上樓囉 走囉 go 來訪問一下 我們來訪問一下這邊的遊客 來訪問遊客 你是昨天陸住這邊的遊客嗎 對我昨天就住在3A這邊 這間房的話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昨天陸住的遊客 真的 怎麼看出來 因為頭髮有點翹 早上去海邊推 他就是四張大廠的房型 可以睡八個人 一晚上大概五千塊上下 可以睡八個人 算還蠻划算的 而且這一層有個好處 這層只有這間房 但是因為裡面現在 浴室是分離的 但是因為這邊只有 三樓只有一間房 浴室等於就是 這間自己使用的 這邊有一個很愜意的鋪點 沐浴在陽光底下 田野風光 空氣清新 是不想要引一首詩 床前明月光 一視地上霜 舉頭望太陽 低頭思宜藍 我覺得這段不會用 有壓力的 有壓力的 點子 今天 有壓力的 有壓力的 有壓力 有壓力的 有壓力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